主眼间距离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有近一年 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在建构国际绿色科技和金融中心具备一定优势 今年我们希望在两方面深化这个概念 第一我们建议政府制定实现碳中和的短中期指标 我估计大家都知道2050年我们要达标 但中间的路线图是怎样呢 我们认为政府可以为香港和重点的排放行业 举例发电建筑等制定碳中和的路线图 设定一些阶段性的check points和减排指标 以电力公司为例 可以要求他们预先规划未来每5年10年的发电电料组合 让大家了解要达至2050年正零发电的路径 和可以让大家一起去监察减排的进度 第二个建议是与香港的绿色分类框架 框架是定义了哪些是可持续经济活动 可以发行绿色的金融产品 香港现在建构这个框架的原液 暂时定义了4个行业 下一步我们希望可以参照可持续金融和共同分类武力 加入例如制造业项和农业 增加行业总数到6个 另外上一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到希望扩大政府绿色债券计划 如果这个分类框架出台的话 希望可以将债券计划 现在的9个合资价内 和框架内的项目限制 让市场可以参与到更多政府认可的绿色项目 我们相信上述的建议可以加速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绿色波及金融中心 除了帮助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之外 也推动全球的可持组发展